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针对台北农产公司总经理吴殷宁日前拿业务,推广费买残货送弱势团体却引发争议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金表示,程序都没问题,但吴殷宁太嫩不懂政治,对此事议员何志伟要求柯在脸书帮吴说话,否则外界认为是否落井下石, 但柯确实频频转移话题,让何志伟不满痛批柯氏转移力量。 市长柯文哲下午赴市议会进行市政总质询,市议员何志伟聚焦北农议题。 柯志伟劈头就问,如果柯是吴殷宁,会不会自己用特别费买剩下的菜? 柯没有正面回应,金说,他有把吴殷宁叫来问过, 虽然程序上每样都合法,但我说你,只吴殷宁,就是不懂政治, 人家在盯你还这样,又叫社会局跟农产公司定一个剩菜处理办法。 至于既然合法,为什么市场处做的会议记录,跟实际上的录音状况不同? 市场处长许璇谋解释,那是会议记录,跟主自搞不同。 何志伟问许,是不是应该跟吴殷宁说声加油,还是说你死好? 徐玄某打精用台语回说,没有了,哪有这样的。 引发现场一阵笑声,何志伟在质询中多次问柯, 是否可以在脸书帮吴殷宁讲话,否则外界认为是否在落井下石? 柯文哲则是不断重申,有把吴殷宁叫来问过,他太嫩了不知道政治, 以交代北农主秘录权利,市政顾问黄国燕,以后要把吴看好, 又再严密省菜处理办法,何志伟对柯频频跳针感到不满酸止。 吴殷宁不会是连任垫脚石,因为网军建构在仇恨力量, 所以三不五时骂骂无,还可及此建构白色力量。 何志伟也批科,面对提问一直转移话题, 白色力量怎么变成转移力量? 科最后说,带双北省菜处理机制处卢会PO脸书, 大概要半个月时间处理。 1.0